關於日本能登半島昨天下午的強震 市緊急撤離九萬七千人 不過幸好海嘯警報解除了 不過當地的災情很慘重 像是石川縣醫療機構斷水斷電 而輪倒是兩百棟的房屋受損 石川縣卡拉OK包廂尖叫連連 民眾新年歡唱不料遇到地牛翻身 包廂桌面 距離晃動 飲料全部翻灑 顯見地震威力有多強 電視螢幕左右搖晃 這是日本媒體在富山縣辦公室 拍到的強震瞬間 不只前方好幾台電視機一一倒下 桌上電腦螢幕也跟著翻倒 場面相當輕鬆 現在看見的是 金沢市的MRO本社的地震発生時的様子 有些揺れがあるのが確認できます 桌的電視台感受恐怖晃動 在石川縣地鐵站 越台民眾直擊強震來襲 當時不只平等車廂發出可怕的噪音 頭頂看板也左右搖擺 部分地鐵甚至被震到大落水 天花板宛如擴大洞 不斷有水流從上方花啦啦打下來 民眾看了春暮結束 日本人今年首日到神社參拜 卻嚇得魂飛破膽 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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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半島知名的企多大社 木造建築直直作響 民眾驚魂未遞在空地避難 另一個位在富山縣的神社 則是被震到自動敲響終身 定了讓人渾身發毛 發生在下午四點多的大地震 連開車都超有感 感受車身和周圍的耗製燈 全都晃不停 其餘感受地牛翻身的 還有長野線 當時台灣遊客正在當地度假 直擊積雪被震倒墜下來 這次石川縣大地震 不只導致道路柔長寸斷 還引發311以來首次的大海嘯警報 就怕慘況重演 能得漫島居民一聽見廣播 就拔腿狂奔往高處避難 從這個位置也能看見 不斷有大浪往上衝 民眾越看越著急 重複對底下民眾大喊快逃 當地海嘯直到隔天的清晨10點才完全解除 除了海嘯石川縣輪倒早市發生嚴重火災 高達上百棟建築陷入火海 大火一路燒到隔天清晨才被撲滅 由於正央地區死傷還在攀升 日本政府計劃組成1萬人的聯合特遣部隊 前往救災 卻發現道路中斷挺進有難度 因此部分救援改由海路前進 另外日本強震還差點釀成核危機 位在石川縣的智鶴核能發電廠 以及新系的勃奇異雨核電廠發生冷卻水溢出 幸好周邊輻射值暫時沒有異常 除了要注意可能的余震發生 石川縣境內有超過4萬多戶停電 其中株州市長表示境內9成房屋 至少千棟全毀 還有人在地上排出SOS求救訊息 各種物資仍然相當短缺 那究竟為什麼地震會發生呢 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地下水上升之後 進入斷層讓斷層變得濕滑 一般來說地下水累積的高度 上升到10到15公里 就可能會導致地震 2024元旦午夜剛過日本人 還沉浸在新年快樂中 萬萬沒想到幾個小時之後 瑞士規模7.6強震 不只撼動石川縣 大半個日本都感受到搖晃 這是日本人最不想要的新年禮物 更讓人餘悄有存的是正央附近的南登半島 其實去年當地就發生過規模6以上的地震 這次地震之後不少日本專家直呼不意外 因為南登半島在2020年以來就觀察到地殼變動 而且頻繁出現小規模的地震 也就是所謂的群震現象 所謂群震就是一個小的地震發生的時候 一整群出來它沒有明顯的大的地震 那剛好就是這些地震群出現的位置 跟他們觀測地殼變形的這個時間是有關聯的 可是這個地震群它不見得是後面會有比較大的地震 隨著群震範圍不斷擴大 不少專家就紛紛提出警告 可能會有大地震發生 而這次地震的實際成因很可能跟地下水有關 根據日本專家推測 這次地震發生在逆斷層段 附近板塊常年引磨時把海水帶入了地底 地下水深20至30公里 但是近來觀察到高溫的地下水不斷上升 入侵岩盤 在10公里跟15公里處就是斷層所在 使得斷層容易滑動 而且水平擴散的範圍非常廣 附近有多達10條的活動斷層 能登半島就是因為有豐沛的溫泉資源 才成為觀光勝地 沒有想到地下水可能會引發地震 然而實際的因果機制還有待釐清 另外一個原因就指向了板塊運動 日本位於四大板塊的交界帶 包括歐亞 北美 太平洋跟菲律賓海板塊 這次鎮央能登半島附近 就是歐亞跟北美板塊的隱墨帶 地震的威力甚至大到讓石川縣輪島式 往西位移了1.3公尺 近海地震最讓人擔心的 就是311的海嘯惡夢重演 正後一度發布最嚴重的大海嘯警報 整個日本西海岸從北海道到九州 都在海嘯警報範圍內 我們知道它們在海岸面下的廈bels 因此為一位大小幅 所以它們因為太大幅 對它們被派出的海岸 在海岸上起雲 事件上來而事件 但是相较于311地震发生在太平洋 这次的镇央日本海不够宽广 周围都是陆地 一旦引发海啸没有空间缓冲 虽然目前只有观察到120公分的大浪 但是专家警告后续还有可能大规模余震 不过距离台湾比较远 又有地形上的屏障 对台湾的影响很有限 T恤宣布导 不过地震发生 当下您会怎么做呢 日本的研究显示 大部分的人都会盯着手机看 只有1成5的受访者 会确认周围有没有危险物品 端下来保护自己 放油忘却只有一片废墟 房子一整排倒在地上 当地民众拿着手机 一边记录症候灾情 一边高喊谁赶快来救救人 日本石川县发生瑞士规模7.6强震 不知殷奇海啸 前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主任指出 这次地震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125颗广岛原子弹 不过还好相较于历年 引发大海啸的地震来说 死亡人数却没有想象中的多 根据日本气象厅和法新社的统计显示 当年日本311大地震有超过1.9万人 2004年引发南亚海啸的印度洋大地震 酿成超过22万人死亡 巴布亚牛济内亚强震 菲律宾强震以及智利大地震 通通都造成超过上千人 为何这次石川县反而多数逃过一劫呢 因为日本的防灾教育做得非常彻底 为了纪念百年前关东大地震 日本政府将9月1号定为防灾日 首相岸田文雄和内阁大臣 在去年的这一天来到首相关底 从上到下进行综合防灾演练 模拟阵阳在东京23区规模7.3的 首都直下行地震 关底设置紧急灾害对策本部 岸田也模拟灾后全国记者会 一切都为最坏的情况预先准备 日本人也从311大地震中学到了教训 事实上 在过去十几年日本对建筑物的抗震意识 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有纺织业者将百年传产技术 转化为建筑抗震使用 这件公司将碳纤维编织成 弦一根根的绑定在建筑物上 当地震来袭建筑物往一边倾斜时 另一边的旋就会拉住它固定住建筑物本体 东京的晴空塔内也有类似台北101阻尼器的抗震武器 不止如此日本还融入太空科技来防范天灾 身处全球地震最平凡的地区 日本人也随时保持防灾意识 冲绳的电力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海啸 防灾演练 200多名员工模拟规模5以上的地震 30分钟海啸就要来袭的防灾SOP 以及训练员工如何在断电后快速恢复工电 小学生也亲自体验如何使用紧急饮用水水袋 在紧急状况下学习如何生存 日本从上到下对天灾随时来袭都不敢马虎 就是为了防范311大海啸灾难再度重演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